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向我们乞讨零钱 我同伴约瑟夫达弗朗斯 敬给他五发郎一个银币 我觉得很奇怪 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穷悍使我回想起一桩故事 这故事我一直记着不忘的 我这就讲给你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家在哈佛尔 并不是有钱的人家 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 我父亲做着事 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 挣的钱也不多 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拮据的生活 感到非常痛苦 经常找出一些 尖酸刻薄的话 一些隐晦恶毒的词语 来责备他的丈夫 每逢这个时候 这个可怜的男子汉 总是一言不发 张开手掌 在额头抹一下 像是要擦掉并不存在的汗水似的 这一动作使我感到心酸 我体会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 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 以免要回情 买日用品也常常买减价的 买拍卖的底货 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 买50铜钱一米的花边布 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个半天 可是每星期日 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 到海边战桥上去散步 那时候 只要一看见 从远方来的大海船进口来 父亲总要说他那句 永不改变的话 唉 如果 娱乐 在这艘船上 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啊 父亲的弟弟娱乐叔叔 那时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 但在这之前是全家的恐惧 据说他当初行为不正 糟蹋钱 在穷人家 这是最大的罪恶 在有钱的人家 一个人好玩乐 无非做糊涂荒唐 大家嘻嘻笑笑地 称他一声画画公子 但生活在困难的人家 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 就是个坏蛋 就是流氓 就是无赖了 娱乐叔叔把自己 因得的部分遗产 吃得一干二净之后 还大大占用了 我父亲因得的那一份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 把他送上 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 打发他到美洲去 我这位娱乐叔叔一到那里 就坐上了不知什么买卖 不久就写信来说 他赚了点钱 且希望能够赔偿 我父亲的损失 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 深切感动 娱乐这个被人们认为 毫无用处 一文不值的人 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正直 有良心的男子汉 一个无愧于 Daffelange家族的好子弟 像所有Daffelange家族成员 一样诚实可靠了 有一个船长又告诉我们 说娱乐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 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以后又接到第二封信 信上说 亲爱的菲利普 我给你写这封信 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 我身体很好 买卖也好 明天我就要动身到南美洲 去做长期旅行 也需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 如果真不给你写信 你也不必担心 等我发了财 就回到Hofford 我希望围棋不远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 过快活的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 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 见人就要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 十年之后 娱乐叔叔没再来信 可是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真 母亲也常常说 只要这个好心的娱乐一回来 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 他真算得上是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星期日 一看到大轮船喷着黑烟 从天边驶过来 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 永不改变的话 哎 如果 遇了 静在这艘船上 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啊 那时候大家简直好像 马上要看见他挥着手帕喊道 喂 Philip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吻的事 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 甚至计划要用这位叔叔的钱 去买一所别墅 我不敢肯定 父亲对于这个计划 是不是进行了商谈 我大姐那时候28岁 二姐26岁 他们老找不找对象 这是全家十分发愁的事 终于有一个看中了二姐的人上门来 他是公务员 没什么钱 但是诚实可靠 我总认为 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 而下决心要求婚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 我们给他看了娱乐叔叔的书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 全家到泽西岛去游玩一次 泽西岛是穷人们 最理想的游玩的地方 这个小岛是属于英国管的 路并不遥远 乘小船渡过海便到了 因此 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 就可以到一个邻国 看看这个国家的民族 并且研究一下这个布列典国 覆盖着的岛上的风俗习惯 泽西岛的旅行 成了我们的心事 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渴望和梦想 后来我们终于动身了 我们上了轮船 离开战桥 在一片平静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 驶向远处 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 我们感到快活而骄傲 父亲忽然看见两个先生 再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 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老水手 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 递给两位先生 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 他们的吃法很文雅 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 头烧向前身 以免弄脏了长袍 然后嘴很快的微微一动 就把汁水吸进去 牡蛎壳就扔到海里 毫无疑问 父亲被这种高贵的吃法给打动了 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有点迟疑不决 她怕花钱 但是两个姐姐赞成 母亲于是去嘘嘘的说 我怕伤胃 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 可别太多 是多了要生病的 然后转过身对我说 至于约瑟夫 你就不让他吃这种东西 别把男孩子给宠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 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 十分不公平 我一直盯着父亲 看他郑重其事地 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 向那个衣衫褴褴的年老随手走去 我父亲突然好像不安了起来 他向旁边走了几步 瞪着眼看了看 在母丽的身边的女儿和女婿 就赶紧向我们走来 她的脸色十分苍白 眼神也跟寻常不一样 她低声跟我母亲说 真奇怪 这个卖母丽的 怎么这么像玉了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 就说哪个孕了 父亲说 就我的弟弟啊 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在美洲 有很好的地位 我真会以为是他了 我母亲就害怕起来了 吞吞吐吐地说 你疯了 既然你知道不是他 为什么还要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 他说 克拉利斯 你去看看吧 最好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 你去亲眼看一看 母亲就站起来 去找他两个女儿 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 他又老又脏 满脸皱纹 眼光始终离不开 他手里干的活 母亲回来了 我看出他在发抖 他很快地说 我想就是他 你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 可要多小心 别叫这个小子 又回来吃咱们 父亲赶紧走去 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 心里异常紧张 父亲客客气气地 跟船长搭上话 一面恭维 一面打听 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 例如 泽西岛是否重要 有何出产 人口多少 风俗习惯怎样 土地性质怎样 等等 后来谈到我们搭乘的 这艘特快号 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 最后父亲终于说 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 那个人倒很有趣 您知道一点他的底细吗 船长本已不耐烦 我父亲的那番谈话 就冷冷地回答说 他是个法国老流氓 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 就把他带回祖国 据说他在哈佛尔还有亲属 不过他不愿意回到他们身边 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 他叫玉勒姓达尔曼斯 不知道是达尔曼斯 反正就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姓 听说他在那里 阔绰过一个时期 可是你看他今天落到什么天地 我父亲的脸早已发白 两眼呆直 哑着嗓子说 啊 原来如此 我早就看出来了 谢谢您船长 他回到母亲身旁 是那么神色仓皇 母亲赶紧对他说 你先坐下吧 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坐在墙凳上 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 真是他 然后他就问 咱们该怎么办呢 母亲回答道 应该把孩子领开 约瑟夫已经知道了 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 最要留心的是 别叫他们女婿起疑心 父亲突然很狼狈 低声咕弄着说 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很暴怒了起来 就说 我就知道这个贼 不会有出息的 早晚会回来 重新拖累我们的 现在把钱交给约瑟夫 叫他去把母亲的钱付清 已经够倒霉的了 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 这船上可就热闹了 咱们到那头去 注意别叫那人挨紧我们 他说完就站了起来 给我一个五发廊的银币 就走开了 我问那个卖母亲的人 应该付多少钱呢 先生 他回答道 两个半发廊 我把五发廊的银币交给他 他找了钱 我看了看他的手 那是一只充满皱纹的水手的手 我又看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又老又穷又苦的脸 满脸愁容 狼狈不堪 我心里默念到 这是我的叔叔 父亲的弟弟 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半个发廊当小费 他赶紧谢我 上帝保佑你 年轻的先生 说话的语气是一个穷人 接受施舍时的那种腔调 我猜想他在每周一定要过犯 当我把余下的两个发廊 交还给父亲时 母亲诧异起来 问道 吃了三个发廊 这不可能呀 我用坚定的语气答道 我给了半个发廊当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看着我 你简直疯了 拿半个发廊给这个人 给这个乞丐 他没再往下说 因为父亲指着女婿 对他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没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 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 从海里钻出来 那就是泽西岛了 当船靠近防波堤的时候 我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 想再看一下我的叔叔欲了 到他身边 对他说一些温暖的 安慰他的话 但他已经不见了 由于不再有人吃牡蛎 这个可怜的人 肯定回到他住的那个 又脏又臭的底仓去了 为了避免再遇到他 我们回来时 特地换了另外一条圣马落号 我的母亲惆怅满腹 坐立不安 此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 我父亲的兄弟了 以后您还会看见 我有时要拿一个五发廊的银币 给这个些流浪汉 其缘故就在此 他会看见 我现在就会看见 有时要新冠状的银币 医生 我现在就会看见